如果朋友前面加一个异性 这里面就有一种微妙的关系 这种微妙有的是可言 不可言 但是心里总是有一种想象 所以我们享用异性朋友 必须得有一个原则 距离一定要远 一定不能过度 一定不能让对方 就是你的伴侣感觉到不舒服 但凡有一丁点 让伴侣感觉到不舒服 那一定是你在异性朋友当中的 这个距离保持得不够 所以说想要有异性朋友 其实简单 就是让对方放心 否则就不要有这样的异性 而你们两个为什么 都要保持自己的异性朋友 还要希望在这种状态下 对方也要接受呢 就是因为你们俩 不知道怎么样的有效沟通 你们俩解决沟通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可以一起往前走 就这样 在两个人台上交往当中 沟通当中 出现了高频的各种委屈 生气 考虑我的感受 你们描述了很多大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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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